中国乒乓球是世界霸主 在奥运舞台上经常包揽精英牌 而在刚开始的东京产奥会中 中国其实同样具有统治的地位 虽然产奥会选手很难像奥运会选手一样 快速敏捷的移动 暴力优美的扣球 但是有时候的精彩程度丝毫不强于奥运会 下面我们来看看产奥会历史上五大令人震撼的瞬间 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用嘴打球的运动员 在里约产奥会的舞台上 埃及选手迈哈德用嘴艰难的吊着球拍 还时不时能够贡献精彩的基球 就连捡球也只能依靠自己的脚趾头夹起来 看到这种打球方式 所有战胜过他的选手都觉得自己其实已经输了 中国乒乓球选手曹宁宁 从小患有小儿马痹症 连战力都无法做到 直到13岁 他才第一次用轮椅逮捕参加平满球的训练 而在2016年的里约残奥会上 曹宁宁拿出了徐欣范的仇峰 多次精彩的变线 打得对手团团转 最后成功拿到了残奥会的精彩 元末后的曹宁宁用毛街舞着脸 尸身的痛哭 这一刻曹宁宁简直是轮椅上的人民艺术家 在里约奥运会的舞台上 荷兰选手完成了神奇的一击 在球已经飞出死角的瞬间 凯利来了一记逾越旧球 土耳其选手都已经开始庆祝 却发现球神奇的上台 顿时目瞪口呆 谁也没有想到这种球凯利还能够接到 在伦敦产奥会中 英国选手左手住着拐杖 右手拿着球拍 面对德国选手极限的对角球 也同样来了一记愉悦旧球 不仅正经的解说员 就连场边的评委都忍不住鼓掌了 这一球就算是正常的奥运选手 估计也难以接到吧 桑德拉曾经是奥运会拼马球选手 更是欧锦赛的冠军 但是因为一场车祸 让他的脊椎严重的受伤 也无法像正常的运动员一样 再次参加奥运会 但是桑德拉没有放弃 不仅仅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茶会 并且还在离约茶会的舞台上 拿到了冠军 看着什么在这里